Hello 大家好 入了秋冬的时间 会不会大家都像我那样 是手冻脚冻 而且是睡觉的时候 都觉得很难入睡 当年的时间我会饮用什么保暖呢 通常都会是姜水 紫苏叶 和姜黄加上早上的饮料 另外有些香草的成分 亦都可以加上护肤品 令我们行气活血 例如有什么呢 小豆柑 香蠣 和这个肉桂 它的味道都会令我们觉得 好像暖粒粒 很舒服的 今次跟大家分享一款手冻脚 有这个小豆柑的味道 亦都可以帮我们冬天 可以暖手和行气活血 就是玫瑰肉扣 就是Lipostrees新的手冻脚 或者是多用途手冻脚 而秋冬的时候 都会喜欢一些木味比较重 或者是一些会暖身的味道 这个很棒的 首先会有豆柑的味道 是有三个Layers 第二个Layers 就是木味 第三个就是中央闻到玫瑰味 所以觉得很丰富 好像在说些什么呢 香水 而且这个其实 我们小小点放在手袋的时候 亦都可以塗在哪里呢 身 手 面 还有如果你脚 有时不舒服 很干燥的时候 都拿一个豆的份量就够 还有那个味道 我觉得很暖 令到人觉得很温 很舒服的 另外有些木味的 还有木味的朋友 都可以用什么呢 就是这个Frequences 鱼香 鱼香亦都可以 例如一些主腹手 消炎 以及一些湿疹的时间 亦都可以放在手袋里 小小做急救 非常之方便 它都有三个味道 鱼香味 接着有木味 然后你会见到 淡淡一些 好像水果的味道 很特别的这个 那最后我最喜欢 就是这个 深山沉香 沉香大家都知道 比较少有 而且呢 这个沉香 就是拿了老窩的沉香 它可以消炎蛋斑 以及抗皱非常之好 所以是适合做面霜 或者是日霜都可以的 那它的味道呢 更特别一点 它第一个step的味道 是一个 好像小茴香 甜橙的味道 接着呢 中间会有个 好像玫瑰的味道 最后呢 你会闻到 沉香啊 檀香 甚至是港霍香的味道 那这个冬天呢 大家可以试一下 一些乳中不同的 hand cream 或者乳霜 但是你看到 你不怕的 全那种 我没想到 你不怕的 我去你 我嘴巴 有什么 这种 你不怕的 我 我 你不怕的 你不怕的 我 你不怕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